由吴磊、林云、李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豆婆苍穹》正在火热更新中 在之前的剧情中 萧嫣等人在魔兽山脉遇到了一个三阶不死虫 萧嫣用计谋杀死了那个虫子 留下了一个箱子 云云就藏在这个箱子里 云云被大家发现之后就开始装若若 网友们表示耳禽附身了吗 萧嫣被迫和云云一起去寻找宝藏 但是萧嫣和云云在山洞里面一直迷路 最后体力不支 两人双双倒下 萧嫣寻找药老的帮助 发现对抗释放毒气的方法 萧嫣和云云联手走出山洞 最后在萧嫣的帮助下 云云找到了宝藏的入口 萧嫣在山洞救下云云一命 所以两人以后还是会相见的 但是云云是云兰宗的人 又是纳兰燕燃的老师 所以萧嫣和云云在一起的机会 特别的渺小 萧嫣在沙漠寻找异伙 有碰见云云 云云知道萧嫣的来意之后 并未阻拦萧嫣 还帮助萧嫣一起寻找异伙 再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有唐周记 但是萧嫣却受伤 云云在山洞帮助萧嫣疗伤 孤男寡女的在山洞待了三天 萧嫣为了感谢云云 把自己的初吻给了云云 云云对萧嫣也动心 最后萧嫣和云云再次相遇 两人缠绵在一起 萧嫣还目睹了全过程 萧嫣一直喜欢萧嫣 虽然得不到萧嫣的回应 但是萧嫣还是想陪在萧嫣的身边 萧嫣看见后 瞬间崩溃 使出自己隐藏的功力 怒斥云云 我要一箭杀了你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